214 文匯報 莫乃光出賣業界還如何代表業界 2015年7月15日正程與評論A 1524美國中行財委會正式通過 加會審議如下多項議程 當中最令人觸目的是拖延三年的創科局撥款 設立創科局 不但是香港長遠發展的需要 更是資訊科技業界一直爭取的目標 現在設局只欠臨門一腳 莫乃光身為資訊科技界議員理應力速成事 為業界提供更好的發展空間 然而 莫乃光卻在設局上左右右擺 口說支持 但又多次配合拉布 口說認同設局的重要 但對於激進派的拉布又沒有批評半句 這說明什麼 說明莫乃光在創科局設局上完全是政治掛稅 沒有顧及業界的利益 這樣的議員還如何代表業界 不如乾脆加入人民力量 社民連罷了 激進派要對創科局拉布 並不奇怪 原因是他們已經拉布拉分了腦 只要滿足到其支持者的喜好 保住陳偉業 黃毓民 梁國雄等人的議席 他們可以一年365日都再破壞 都再拖香港後退 他們既然連低收入津貼 中緩出三糧都可以拉布 對創科局拉布自然也是意料之內 至於其他反對派政黨 雖無拉布之名 卻有拉布之實 不斷在縱容 偏袒甚至配合拉布議員 原因很簡單 他們為了賭糧已經失去理智 拉布搞垮政府施政 藉此打擊特區政府正視他們主路線 不過為了故及中間選民官感才沒有酸之於口 但最令人憤怒的 卻是連資訊科技界議員莫乃光也沒有站出來其次鮮明的支持撤局 不敢大力批評拉布 甚至在半推半就之下予以配合 為了服從反對派的主路線 不惜出賣業界 莫乃光不要忘記 他的已直視業界選民選出來的 而在競選時 他的主要政綱就是爭取設立創科局 在當選後 莫乃光去年更集合43個資訊科技界團體 要求立即成立創新及科技局 及後更在立法會提出動以速請政府盡快成立創新及科技局 並獲通過 由此可見 設立創科局一直是莫乃光的主要訴求 但現在創科局只差最後一步 只要反對派不拉布 創科局就可以設立 街時香港的科技政策將有更強而有力的統籌 業界的發展空間將會大大拖闊 香港的經濟也可以得到發展 是一個多贏的方案 莫乃光如果還有一點理智 都沒有理由阻礙 但莫乃光近期卻言論一轉 不斷評擊政府的設局建議 意思似乎是設局建議大可押後 而早前反對派在裁委會的拉布中 莫乃光也有參與其中 說明莫乃光已經背棄了自己對選民的承諾 為了配合反對派打擊政府施政的立場 不惜對創科局拉布 令設局繼續拖延 令業界繼續難以得到支援 如果現在創科局再因拉布受阻 必令反對派變本加厲 在10月立法會復會之後 拉布戰同樣會開打 難道一行有利香港的政策就要如此無止境的拖延下去 莫乃光沒有盡其職責阻止拉布 沒有大力支持創科局建議 行為已經是公然出賣選民 其實 由善中鞋擔當資訊科技界議員開始 到現在莫乃光 基本上反對派議員對於業界的發展一點貢獻都沒有 有 指示全副精力搞政治 妄顧業界關注 現在莫乃光更背棄對選民的承諾 這些人士問如何代表業界 他們代表的 其實 指示反對派議員 資深評論員 會議員 資深評論員 Продолжение следует...